这回老面孔我都给你们连麦 我看看你们有什么病患 不不终于到我了 我就想问个事 就是我的闺蜜 那时候三月份我跟连过一次 我的闺蜜在顶胖子呢 然后他现在他最近这几个月 他一直跟我说 他收入不错 收入不错 他在做按摩呢 在做按摩 上次他还没干这个工作呢 那时候三月份他还没干 他刚到那 他刚到那 但是他经过了一个月没工作 然后又两三个月 找去换来换去的工作 现在他在做按摩呢 我说他收入怎么样 他说他收入不错挺好的 能收入四五千 但是他每月跟我接钱 然后就越中介 然后越出什么的来换 就是我就想知道 就是我很关心他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闺蜜 我从小的朋友 很小很小我们就是朋友 特别好 我就想知道他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你想听黑暗点的还是阳光点的 不不正常的正常的 因为他他说他一个月能挣四五千 我肯定愿以黑暗度人 就是他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就很着急 实际从常规的啊 不黑也不白的 不吹不黑的 完全这个角度来讲 首先他到这么长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公卡是肯定下不来的 没有没有 没有公卡 没有公卡也意味着他考不了 正规的执照 没有没有 就是按摩正规是有执照的 没有 那按摩这个行业呢 他正常来讲就是收入高 他有他高的原因 他正常来讲 其实如果你是个有证的 干正规的按摩 六七千是有的 就是说就是生意好的店 但是为啥要用你分成比例 现在这老板跟你要什么分成比例 你小费能给出多少 跟你在哪个区域 跟什么样的老板 关系这个也特别大 所以说挣四五千来讲 算个啥叫标准吧 标准哈 标准行业收入 但是呢 不是啊 但是呢 你在没有证 你没有身份的情况下 你干着按摩的活 老板是属于啥 老板要扛大雷的 老板要顶大雷 老板因为你这玩意抓住以后 是大事 明白吧 你不是单纯 就是就按摩 你给人捏脚丫子 你讲话咋捏 你香红臭红的 你给人脚 脚这盖没大事 对不对 你按摩这个东西 它是涉及到 这个就是什么保健雷雷的 你懂吗 你没有身份的话 你没有执照的话 你给这干这活 是属于 是属于老板 随时会捅大楼子 老板 老板正常挣多钱 现在出去按一个 所谓按摩按个后备 可能50块钱一小时 你就往那小床上一趴 50块钱一小时 这50是就大费 小费呢 是人家按完了 觉得不错 给你10块20块 单独的小费 小费是他自己全手 大费 他跟老板 一般情况下 以前都是半匹 现在多少我不知道 一人一半 以前都是一人一半 这个客人交出25来 就是50交出25给店 25给你的姐妹 你这个姐妹在拿 比如说人给15块钱小费 那你这就是40块钱一个活 这一个活一小时 你不可能这个前脚走 下一个 你连这床铺没熟 是呢 你就直接下一个人了 所以一天 他理论上来讲 他也就是接几个活呢 接6个活 7个活呢 就算不错不错 接不了 接不了 就是不错不错的了 那是原来就是属于 就是极度缺人生到那个 现在接4个活的话 按照这个比例的话 多少钱 160 一个月干26天 他这四五千就这么来的 但是老板用你去干这个活 你是没有执照 没有身份的干这个活 他扛这么大的雷 就图你这一天贡献的 100美刀 对不对 你干4个活 老板就拿100嘛 值吗 这不是 不是我 不是不是我阴谋论 值吗 那貌似不太合适 对吧 我一天呢 我营业执照许可 我还得报税呢 我不能一分不报啊 我跟你分完大费25 我得从我这25里还得报税呢 我营业所得 我回到全个人都是个人所得 我都得报税啊 我就凑你这25 让你挣40 嗯对不对 他他 哦那他挣45钱了吗 能啊这么算 能挣啊 能挣啊 因为你能给除非 除非你连大费都不要 纯挣小费 一个活50都扔给老板 完了老板才会用你 这是首先 从合理角度 老板才会用你吧 嗯对 那我还是阴谋论啊 姐妹有可能 他真是正的拔紧的 反正我要是老板的话 那你除非把大费都给我 那你说小费 挣20能够吗 个个都能给20啊 反正他月月跟我借钱 不过挣45钱 怎么还跟你借呢 不知道呢 就咱就问这个呢 然后他 他这月借的下月缓 我下月还借下月缓 你说他挣钱了吗 我就不知道 不敢 就不就不单 不就咱们回事 他说他能 我说能挣多少 那能挣四五千 我说好不好 我哪好啊 他都叠个跟他拿 都是说 那个负责点点酒 我说美国点酒好 哎呀 这是美国那个药品好 点酒 点酒 他那点酒好用 伤口很快就好了 不是 就是说 我说哪好 他说 那种自杀 民什么什么 什么主了 自什么什么的 就是就很好 就很好 都有啥关系啊 自由民主都跟点酒挂上钩了 你这姐妹的认知 沾点毛病啊 嗯 他有点毛病 他很大的毛病 但是他哪出去了呢 然后说说你看这个药 怎么打的 这好都高高 他们那是高科技都怎么怎么好 就是怎么好 然后他说我都不是开多少了 他说能开四五千 能开四五千 一个一天一百多 一天能开一百多块钱 一百多 但是没身份 没证的情况下 他老板呢 跟他关系挺好啊 那你就算不便宜 那好 说这话不应该 不便宜客人情况下 那肯定得便宜老板 要不老板干啥 冒这风险呢 跟他关系挺好 但是他 但是他 他钱还是不够用 打扑开下来 你不能是喝点酒吧 喝点酒 他也不至于要借钱 那四五千也够喝了 那那那必是他的换 那个除去的时候的 这个除去的时候的 这个信用卡 信用卡 那你每月挣钱 每月还就完了呗 那怎么还非得借篡一下子呢 他现在跟你是 每月有借有还呢 真是有借有还呢 对对对对 他有时候借 有借有换 但是有时候借也也不换 那你看我 我不是啥呢 你这个借是 你怎么借他的 你拿你直接给他转账 微信 微信 你直接给他转 那他怎么给你钱呢 他也过来吗 微过来吗 再给你微一回来 微出去 微一回来 同一个号微一出来 同一个号微一回来 那图一啥 那你就你就 那你站起来 你就明天开始 你假装这个月 你这个月 你说我手机丢了 被埋起手机 下个月 他不自己就缓过来了吗 他没必要拆东墙补西墙的 反正他都能还上 他就等于挺一个月 他不用跟人借了 这啥毛病非得借啊 那他他他每月都都借 我就想问为啥呢 我还想问为啥呢 嗯 我觉得还是还是不够用 不够用呢 他下个月都能还上 你那有啥不够用的呀 你俩这事玩几个月 一个月啊 两月啊 三四个月了 三四个月了 月月借月月都能还上 那有啥还不上呢 嗯 不 那这月的还没还上呢 这一月还上下月 别折腾了 你就告诉你说 你卫星限额就完了呗 哈哈哈哈 那我我怕他那有生活 有有费用 有有那个什么吗 有一个月挣四五千都挣上来 讲话了 你跟 是不是 你四五千人都挣上来 人家有啥费用啊 是吗 就是我就是想 不出意料也是包吃包住的吧 包住不包吃吧 包住不包吃一个月咋的 咱你说也剩四千五吧 我觉得他有点 沾的有点吹吧 有点夸大吧 因为他每月都要换 换新的 未来会什么样 现在美国这边 就是正在关门打狗阶段 刚开始是开门 往地上摆块骨头 吸引大家来 来了以后把门关上 关门打狗 就是连美吹都定罪 这你听说了吧 美吹定罪 连美吹都定罪 那你想这些 现在以后打工的 一分钱睡不觉的 能让他们撸着羊毛吗 连干中介的都要也撸了 能让这些中介整过来的人 让他们撸着羊毛 以后要不然就是不见天日 要不然是看着阳光 他就躲 暗无天日 要不然的话 他就正是八经交税 那是必然的 你来了以后 不管咋地 你是骂娘 那也好 咋地也罢 你来了以后 税号发给你 你要不交税 你放心 只定他得收拾你 你不得替人家 你不得替人家过来 卖苦力了吗 你闺蜜单身 一个人过来 四五千 剩手三千 再吃再喝 行啊 我都希望 给国外给人家 你能会了 行 只要正常 他要这样过正常就行 我就放心了 那我不知道 那你正过正常 我也不知道啊 他这个收入听起来是正常的 没啥不合理的 唯一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没有身份 没有执照 他还能干 听起来好像不是干正规的 不是很正规的 三个人吗 他说那就是三个人 三个人 一个男的 你给你 你给你闺蜜 为一国家的人民币 他咋花的 他跟美国咋花人民币 应该换 不换 可能是换 给他们对象发过去了 换换信用卡 那就说白了 那你这不是一下 你就 你这不是正常人 你一下就听明白 他不钱给对象了吗 不就是 对不对 那只就是对象 可这边 其实这一月这事 那下月那事 不行 着急要 完了 你这边刮你给垫一手 你垫完了以后 完他挣钱 他再给你 那不讲对象了吗 不就这么简单吗 他挺能干的 在咱们村这边挣一万多呢 一个月 他都除去了 挣一万多 你未来你看那个税收的东西 一挂他脑子 你看他能不能剩一万多 你看那个国外 他能不能剩一万多 在咱村的时候 挺能啊 特别能干 那个女的 行 这么吃苦耐劳的 这么贫质 贫质兼有的 讲话 都肯为对象花钱的 完了 上国外去发财去了 咱们共同关注 看你闺蜜到时候能挣多钱了 行吗 到时候咱再联系 好了 嗯